单纯的行车纠纷竟然把人打成重伤 台中有一名18岁的大学生 凌晨跟同学开车行进台湾大道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和一辆马沙拉蒂擦撞 结果对方车上有三个人一下车 就怒气冲冲的拿棍棒 把其中一名送进大学生打到炉内出血 目前在医院就职当中尚未脱离险境 妈妈心痛不舍 质疑台中市的治安到底怎么了 台中市长卢秀燕特地前往探视 并且90度鞠躬向家属致歉 承诺一定会严加查办 而晚间的最新消息是 警方已经将三人全数逮捕到案 白色休旅车从快车道切入慢车道 不慎和慢车道上一辆马沙拉蒂擦撞 马沙拉蒂车上三人一下车怒气冲冲 一副凶神恶煞般 尽管白色休旅车上的五名大学生 一再地向他们道歉和解释 但对方根本不理会 对不起 没有没有我们都 要车上的人全部下车 甚至持棍棒将十八岁的宋姓 大学生痛殴在地 导致他颅内出血伤势严重 加护病房内 妈妈亲身呼唤要儿子加油 妈妈说当天晚上 儿子载着同学准备回家 行进台湾大道上和对方擦撞 对方还不准他们报警 三个打一个 想到当时儿子无助的模样 让妈妈心好痛 最坏有可能是永远醒不过来 也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所以说我真的是觉得整个世界都崩了 事情发生在七号凌晨 对方甚至烙来两部车十几个人 妈妈说或许是母子连心 儿子发生意外是她正巧打了电话过去 但对方威胁不准接电话 还好路人发现报警警方及时制止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也质疑警方为何第一时间没有将人以现行犯逮捕 后来有确认有新的事证之后 以杀人未遂 还有恐吓伤害 还有妨碍秩序等罪行来 以请地检署来侦办 警方调查 打人的25岁张姓男子目前无业 打人已经不是第一次 两年前当兵时也持铁板凳攻击 铜袍头部 因而遭判拘役 当天驾驶的马沙拉蒂车子是登记在母亲名下 另外两名同伙一样是前科累累 只是警方第一时间把人放了 一度传出三人早已不知去向 警方全力动员傍晚将三人全部逮捕到案 市长卢秀燕上午也前往医院探视 除了向家属致歉也承诺一定会严加查办 至于被打的大学生目前还在交互病房观察 尚未脱离险境 这次美容东山台中报道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 竟然出现在卖药广告里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立委在直讯的时候就爆出了 最近在网络上疯传一个广告 是庄仁祥代表卫福部代言卖药 让庄仁祥直言看到影片很震惊 已经请法治主处理 指挥官陈时中也背书 庄仁祥绝对没有代言卖药 一定会严格查办 影片中卫福部亲自推荐壮药药 而且画面中的人正是大家几乎每天 在萤幕前都看得到的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 只是再回看一次就能发现事有蹊跷 庄仁祥麦克风都拿远了 影片收音丝毫不受影响 明显是配音上去的 用的画面还是庄仁祥在指挥中心记者会上的发言画面 钥匙不开声音厅 看起来就像卫福部在替壮阳药背书 这段影片指挥官陈时中看过吗 庄仁祥发言人 他最近应该没有去代言药品 没有 火速帮庄仁祥否认绝对没有私下卖药 而庄妇本人也说他也是看到立委直询 才知道自己被拍了广告 当然是有点震惊 所以不过我会请我们的这个法治组这边来处理 而且点击广告连结后 就会发现是要加入LINE账号 接着就会被疑似中国药商推销相关药品 请部长可以特别的严格查办 好 强调会严格查办 不过立委也借机开个小玩笑 陈时中笑了笑 但面对假讯息混淆视听 主管单位还是得澄清查办 记者人赵黄真博台北报道 我国新冠疫苗第一剂涵盖率已经破了7成5 不过疫情稳定再加上副作用的隐忧 让疫苗的打气趋缓 指挥中心统计截至10号为止 第一剂打气相对低迷的是75岁的长者施打率72.3% 那么换言之呢 大约还有27%点多左右的人是没有打的 这该怎么办才好呢 现在呢有医生建议了可以办抽奖送现金的活动 鼓励民众来接种疫苗 抽中者呢如果有打疫苗的话 最低呢这个奖金是从100万起跳 但是如果抽到你却没有打疫苗的话 那么很抱歉就不发奖金了 不过对此呢指挥中心没有正面回忆 只说会用多元的方式来鼓励大家多多施打疫苗 我国疫苗涵盖率第一剂已经突破了7成5 但有一个族群从疫苗施打至今 第一剂打气仍然不太好 七十五岁以上长者手机打气相较低迷 但偏偏又是高风险对象 该怎么刺激打气 医师举例了香港做法给建议 他说明年二月开始三个月 每月可以以身份证字号抽奖三名 要是抽中者没有打疫苗就没有奖励 打了一剂给100万 打了两剂就给200万 要是高危险族群或50岁以上者 有300万 75岁以上长者则可提高到500万元 利益良善 但钱从哪来 你打了就有一个乐透摸产的资格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这样子提高台湾的群体免疫力 公民团体如果愿意出来的话 或是我们黄疫基金可以出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对大家有帮忙的 在打疫苗的部分一直都是 都是这个志愿性质的 有一些措施也都是在鼓励民众来做接种 所以这个措施非常多种 另外北市府也宣布 第14期疫苗针对错过预约时间 或没有做意愿登记的民众 协调了23家医院开设特别门诊 另外也设立了15处的接种站 提供随到随打服务 中央地方跟民间一起想办法 要提高疫苗的接种率 记者成长林秉州台北报导 受到入冬之后最冷冷空气的影响 雪霸国家公园内的雪山主峰 还有雪山春谷 上午已经降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虽然地面的积雪大约只有两到三公分 但是登山队伍看到白雪从天而降 也是相当的惊喜 而雪管处也说了 这是最近几年以来最早降雪的一次 就连和欢山也下起了冰险 白色雪花从天而降 掉落在地上一片白茫茫 让报名攀登雪霸的登山队伍成员 忍不住惊呼 受到冷空气影响 清晨山区气温偏低 水气充足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 在海拔约三千五百公尺左右的山区 已经出现飘雪的情形 正好有登山队伍 不但看到地面上积雪二到三公分 天空也飘下阵阵雪花 难得的体验让他们相当兴奋 三千五百公尺以上的山头 应该都有机会 但是北边的水气会比较充足一点 所以可能以雪山这边的雪框好一点 以往雪霸国家公园的雪季都在一月 不过今年就在立东后 迎来第一场雪 研判今年的雪框可能会比往年来得早 来得多山又得做好准备才能上山 而就连和欢山也下起冰线 入冬后的首场冰线让追雪的民众 兴奋的唱歌还伸手去接 更不忘拿起手机把这场景给录下来 上午的和欢山气温一度左右 加上水气冰线断断续续的下 虽然距离降水的条件还差一点 但已经让冒雨上山的游客超开心 今儿苗栗南投综合报导